十字架 我们中间 1900年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 188名西方传道士 和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 被杀害 此后五十年间 更多西方传道士 来到中国 创立大学十三所 中小学六千多间 医院九百多座 中国基督徒也增长近十倍 达七十多万 中国共产党认为 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结果 于是撵走西方传道士 改造中国传道人 全面推行 无神论教育 又过了五十多年 今天 中国基督徒 大约有七千万 增长近一百倍 在一九零零年 殉道者的血泊中 悄悄孕育 孕育了三个婴孩 他们的名字是 王明道 宋尚杰 尼拓生 王明道 一九零零年 生于北京 他二十岁 开始传道 二十七岁 创办零时几刊 一九五五年 王明道 拒绝放弃信仰 而被捕入狱 在刑讯利诱下 他一度软弱 签了回国书 出狱后 他心里不平安 又带着太太 重新走回监狱 尽管这一次 等待着他们的 是无期徒刑 二十年后 一九七七年 王太太获释出狱 王明道 却死也不肯 走出牢门 直到两年后 官方将他骗了出来 1991年和92年 王明道夫妇 相继离世 宋上杰 生于1901年 1926年 在美国拿到 化学博士学位 随即进入 纽约协和神学院就读 院长把他当成疯子 关进疯人院 193天 宋上杰 用不同方法 把圣经读了四十遍 出院归国途中 他把象征博士荣誉的 金钥匙扔进太平洋 此后十七年间 这位人称宋丰子的 瘦小传道人 就像一团 熊熊燃烧的福音烈火 烧遍了中国和东南亚 1944年 43岁的宋上杰 像一根干柴 烧尽了自己的生命 尼托生生于1902年 从28岁开始 发表大量中英文著述 影响遍及中外 他在上海建立的 地方小群教会 有称聚会所 很快蔓延到各地 1949年 他拒绝出国定居 1952年 被定反革命罪 1972年 刑满出狱前夕 猝死在 安徽白毛岭监狱 1900年 大逼迫前后出生的这些人 后来成为中国本土教会的 一代奠基人 当二十世纪下半叶 逼迫的风暴来临时 基督教 再也不能像唐朝 元朝和清朝一样 被连根拔起 反而更加茁壮 茂盛了 从利马窦 马里逊 戴德生 到1900年的殉道者们 成千上万 西方传道士 用鲜血和生命 撒下的种子 终于在这块 古老坚硬的土地上 扎下了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1949年执政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人 是一群坚定的无神论者 虽然国家宪法公开写着宗教自由 党的内部纲领就要限制 改造 最终消灭一切宗教 1949年到1953年间 至少有几千名基督徒 以反革命罪名被处决 几万名被监禁 与此同时 周恩来总理三次邀请吴耀宗等 基督教人士协商 发起了一场三字爱国运动 要求中国基督徒加入自治 自养 自传的三字爱国教会 也就是割断同外国教会一切联系 接受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官方教会 我做了老的原因就是因为拒绝参加三字爱国运动 我觉得我很爱国 我培养的学生是全国最好的钢琴 很有名甚至出国 我也没有什么违反国家的事情 他们就要我批判我 其实最主要还是我创飞 那不参加三字 我跟吴耀宗三字的最领导人我 我跟他很好的朋友 都印象不到这么要好的朋友 他要我跟他一道歧来 给我三字个性领导 我拒绝 我也知道我这样拒绝以后 我到匿医院 我会被逮捕起来 我会去劳改 我都想到了 那么后来到1956年 5月28号的晚上 就警察进来 公安教授把我带着走 1955年9月14日 第一次坐牢 坐牢了16个月 1958年 就判了20年 58年到78年 我出来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60年 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 不参加三字运动 为什么这些传道人 宁可坐牢 也不愿意加入 政府建立的三字教会呢 我们相信 基督是教会的头 不论和人团体 不是教会的头 那么我们相信 政治和宗教完全分开 如果政教一和一的话 教会要变质 教会变成政治的工具 这些人对吴耀宗等三字教会领袖的 基本信仰也表示怀疑 有一天我跟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问了他 我说你对这个 指导对神经 也就是指导手心的神经 你是什么看法 他说这些东西 我早就把它养去的了 这个吴耀宗和丁光训 都是有约 习和神学毕业的 他们都是现代派 我们都给他勤募 叫不信他 所以他没有信仰 我们不能跟他合作 不到十年 几乎所有不肯加入官方三字教会的传道人 都进了监狱或劳改农场 杨新飞女士 195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不久被捕入狱 当时他27岁 在狱中度过了20个春秋 他回忆起被捕那天晚上 爸爸正重病在身 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爸爸已经在船上了 爸爸说再见 我要离开家 还有我叫妈妈来 妈妈我们离开家 以前总是要祷告一下 那我跟妈妈两个人一起祷告 一个警察站这边 一个警察站那边 那妈妈为我祷告 为了祷告 我妈妈祷告说 求祝怜悯我的女儿 带她平安去 也平安回来 祖眷顾他 与他同在 那那个时候 我就离开我的家 近日老教 在这信仰的冬天里 大地冰封了 寒气肃杀 麦子却没有死 冰雪之下 他们在扎根 在分夜 在等待着 春天的来临 我是在监狱服刑 21年08个月 是在黑龙江 与苏联相近 非常冷 很多人死在黑龙江 只是在20年当中 一次也没有病过 不然不死 一次病过 我知道这个工作还没有完 在我身上 我们这些女方关在一间 吵吵喽喽喽 还不会睡觉 没有办法睡觉 最苦就是这一点 等到他们睡下去 我一定要祷告 我祷告 我要跪下来祷告 不跪下来祷告 我又睡不着 又要爬起来跪 等着大家睡了以后 我再偷偷进来跪着祷告 那又再睡 这样子 每一天都是这样 一直当劳干亡 在背窝里祷告了 在背窝里祷告 没有圣经 有首诗影响了我 也知道 那就是那个古旧释迦 我要高去宣扬祖释迦 直到在祖台前见覆面 那时听他说 忠心仆人 十字架可还共义冠冕 我这唱了又唱 唱了又唱 来鼓励我自己 十字架的路 是一条用屈辱和痛苦铺成的路 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每一步都滴着自己的血和泪 我是二十三年度的 这样长的时间 我以前也想不到 要有这样长的时间 如果一开始告诉我 二十三年度这样的时间 也许我也走不上去 开我的疲斗会 就是问我 你现在还信不信上帝了 你信不信耶稣了 信就打 把九头发的 九耳朵的 那种裙都打的 打到刀的地下就用脚铁了 最残忍的时候 就是纳我的手铐 你信不信了 信不信了 就把我手铐子 这个铐子就在我这个漏里面 昏蓝的皮肤漏里面 现在一部分 靠着一部分在漏里面 就这样陷在里面 纳来纳去 纳来纳去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跟主祷告 主啊 我跟随你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天天匹斗我 你也不得勇邀 我是你的破能 是你的儿女 我天天被打 被匹斗 你能够 在天上能够得勇邀吗 我记得祷告 把我家里的人全部交给主 我说我呢 我就预备自散 我怎么样自散呢 我带着一个铐子 那么我就跳在那个坑上 到上面把那个电轮袍下开来 趁着看我的两个人出去打翻的时候 我就把电轮袍下来 我就想用电把我处死 可是呢 电力不够 后来人家告诉我 不是电力不够 是你手上带着这个铁漆 大的手 铐子 把这个电力粉扇了 所以我没有死 当我这次上初天的时候 我也没发现 哎呀 不得了 习牧山要自散 那么政府把我喊了去 又把我教训一顿 想维持政府 你要用自散的方法 维持政府啊 晚上我就在神力面前闷着了 我说天父啊 我太亏据你的荣耀了 我怎么老年三年都下来了 怎么说的苦也很多了 怎么我想用自散的方法 你就说我的神 我就不能依靠你到底了 哇 我太亏据你了 我求神细命了 哎呀 我听到主的神 对我说 孩子啊 我的恩典够得有的 孩子啊 我的恩典够得有的 第三次又清楚地对我说 孩子啊 我的恩典够得有的 主人为了我 我就靠着天父连连 又回下来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在监狱中接受着十字架的熬练 监狱外的风暴也一阵强过一阵 从1958年开始 当局以联合崇拜的名义 大量关闭教堂 北京66所只剩下4所 上海204所只剩下8所 广州52所 广州52所只剩下一所 煞时间 中国教会一片凋零 1966年 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中国教会遇到灭顶之灾 牧师被批斗 教堂被捣毁 信徒被抄家 圣经被烧掉 连官方三字教会也不能幸免 江青说 中国的基督教 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我坐在那里都是红卫兵 坐在那里都是绑子队 坐在那里就在那盘查 有许多那些忠实爱族的人 只有染染里在流泪 染染里在流泪 在灯厚多 灯厚多天亮 我觉得蛮清楚了 66年16月16 最大大日报学出去 达到帝国一走狗 我传教师张玉培 我说我信耶稣是不能改变的 那他们说哈 你这个花嘎子的脑袋 就上进去了 他就把我一把抓起来 你就拉出去 那么打起台来的草 打了个大台 那么学生斗了 开始斗争大会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去 所有他们把你关键流泡进去了 我亲眼看见那基督徒站在台上 他们斗他 就是迷信投资这样 我们那边有个老姊妹 他姓贱的 贱天忧的贱的 他在那里就是呼口号 我信耶稣 不怕事 就这样 因着我信耶稣 把我打成反革命 一直戴上反革命的牌子 到处里有解有想 时常的开大会 批判我们一样 都被群众批斗 你犯该没假 许多的教堂停止了 传道人被抓起来了 甚至戴上高帽 画上黑手 到大街有街 水也不敢再建水 教会的生活完全地被破坏 被停止了 与此同时 一位时代强人走上了神坛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伴着海潮般的欢呼声 缓缓挥手的时候 他似乎已经占有了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和诚实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向您保证 我们一定要做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 红色接班人 我们要跟着您 干一辈子革命 我们要把旧世界 砸得稀泡烂 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者 妄想用和平演变 让我们第二代 第三代改变颜色 这根本办不到 我们一定要把伟大的 毛泽东思想接过来 传下去 传遍全中国 传遍全世界 在这铺天盖地的狂飙巨浪下 真正的基督徒始终清醒着 持守着 持守着他们的信仰 毛主席的虾比一个人还要大 还有我贵 认罪 我不贵 我就站那倒来倒去 倒来倒去 我们那里头有七只狗 大家喊了 七只狗一直咬一直闹 那都没有办法 那都没有办法 他们就一杯好剪刀了 就把我的头发离光光 我就躺在那个地上 没有柜子 学习 实事也好 毛主席的语录也好 不发言 唱歌名歌曲 我不唱 一句也不唱 喊毛主义忘罪 我也不喊 举拳头我也不举 写保证书 不写 现在你回答一个问题 毛主席能不能上天堂 那么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我如果说毛主席不能上天堂 我立刻就要比他们大使 面临着一个生死的关键 我那时候 那个时期我是不足地祷告 整天整夜都祷告一行 所以睡觉睡眠实际上很少 就是祷告 我就站起来准修我讲 天堂的门是大开的 谁要想进到天堂里面来 都可以 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定是十字加上所扭的宝靴 是能洗净我们一起的追利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你就可以进到天堂里面来 现在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那字 把不得你们都回给 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做一个基督徒 接受基督的恩典 就可以进到天堂里面来 那个正位从天堂上来 愤怒地把我用尽一腿 其不上你一抓住机会传道了 我说不是我要讲的 是你们又要我讲的 我不回答你们能行吗 这位海南岛的蔡老先生 在文革中被捕入狱 罪名是反对毛主席 不挂毛主席之下 一直在外交主席 我们都顶了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把毛主席当作选择派 我来顶金耶稣基督的顶 他是信仰耶稣的独义的神神 他政府开万年大会到镇 叫我韩白 我第一句话就说 心爱四年 1976年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 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 巨大灾难的全民造神运动 终于收场了 1977年 遍布城乡的家庭教会 开始蓬勃兴起 在上海人民公园的 在这块空地上 当时天天聚集着 祈祷敬拜的人群 不久 一批三次教堂 也相继开放 顷刻之间人们发现 原来中国的基督教 并没有死 实际上 即使在最残酷的日子里 基督教信仰 仍旧以奇特的方式传播着 刘元波 是一位河南乡村教师 当年他曾经到北京 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因为到北京来的人都是一些优秀学生 回家之后我都当了红卫兵司令 那个时间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就知道为毛主席卖命 死都愿意 医生我不能忘记的就是斗一位老传道人 我亲自参加 亲自参加主旨会起 怎么斗他 怎么打他 但到那些红卫兵很很大的的时候 他还是那样的 和和气气的 神啊 你饶恕这些孩子 因为他们不知道 谁如果大大也吹到这儿 神啊 你饶恕的 因为这些孩子不知道 我是七八年会改的 那我两口呢 就在我家里历了一个教会 开始只有几个老太太 后来就发展到 当我全职服侍的时候 我家那个教会都有七百六十个信徒 现在发展到五个大片 都有三千多个信徒 我没有上过一天神学 所以第一所这个家庭训练的教会 就是从我那里先办的 现在全国都有优优师说了 我们本身是神的儿女 叮叮呱呱呱的神的儿女 这里愣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王新才 这位家庭教会的领袖 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头头 为了忠于毛主席 甚至逼迫自己信耶稣的妈妈 因为我是一个操反派 那我就先出了一张大字报来 批判我的妈妈 哎呀当时的时候 为了在政治上我不受牵连 所以连我自己的母亲我都不顾 我妈妈为我禁食祷告了二十天 所以我在考虑这个事情 如果世界上真正是错的东西 自己的妈妈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走这条路 所以他为什么为了我的得救就 就祷告了二十天 禁食并且 使我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他甚至不顾自己的救命 让孩子能够信耶稣 这个耶稣 因为是被这个国家逼迫的 被定罪的 是牛鬼射神 我的妈妈却这样子 愿意让我得救 去 甚至成为牛鬼射神 我在考虑 当时 我搞不懂这些事情 我二姐回来了 她说 我给你找一本书 你看不看 我说 看 只要当时是给我找书的 我都很欢迎 最后她 她就给我找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前头没有皮 后头也没有皮 但是一烂就烂到 《麻太福音》第七章 当时我一看 这就非常受感动 第七章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论断人的比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气 良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 良给你们 这个话太真实了 当我问我的姐姐 我说姐姐 这个书是谁写的 这么好 她因为我已经接受了 那她说是耶稣写的 所以我就从屋里边 把这个书 很猛的转到院里边去了 哎呀 当时我的姐姐心疼的 比把她的衣服撕烂 她都心疼 她赶快跑到院里 把这个圣经捡起来呀 她告诉我 她说是文化大革命 一个姊妹 为了保存这本圣经啊 救命都搭进去了 姐姐为王欣才 找来一位基督徒 这位基督徒 后来死在监狱里 我把她就请到 我的住室里边 她一看 我那桌子上 摆了那么多书籍 她说这你都看过 我都看过 她说你是一个 寻求真理的人 我说是的 她说但是在地上 你找不到真理 她说真正的真理 是在高处 她给我比个例子 她说比如一颗横 结了很黄的横 但落在地下 一个猪去了 她就在地上 把这个黄的横 拾起来吃 吃完了以后 她就用它的拱嘴 拱着地 横从地上找 她不知道 抬起来头看看 这个横 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当时我觉得这个很有哲理 我说这个人 他根本没有给我提耶稣 也根本没有给我提 这个圣经的事情 后来我就猛然间 从里边有一个爆发的 我说我信 当我说我信这句话 说出以后 我觉得我的脸非常红 那就比偷盗 比人家怠入还要红 王心才信主后 极度渴望得到那本 曾经被他扔过的圣经 他找到圣经的主人 我说我把我的自行车给你 你这一本旧圣经给我 我有一个新 这个飞高自行车给他 他说他不换 在那个年代 一辆崭新自行车的价值 绝不亚于 今天的一辆小轿车 然而在那个年代 一本圣经 却是基督徒的无价之宝 有个阿姨 虽然58年 礼拜堂关门没有聚会 当时她天天 在主里面一些敬事 祷告 哭泣 为中国教会的前途哭泣 后来家里被收出了圣经 在王大革命中 被抓去 一只脚被打断了 在我们方圆五十里内 只有一本 经过文革时期 撕毁的圣经 惨缺不全的新乐 是罗马书第十二章 到骑士路第十一章 所以我们就 要想去学习它 人家借看拿过来 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允许的 因为他们就是 施它为宝贝 所以我们就只好去抄 每个星期去三次 有的时候最少也去两次去抄 第一本圣经回去 是一个姊妹拿到的 透过香港人送给他的 在会场里 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拿一拿 传一传 第一地 每一个人都是放在脸上亲一亲 三十多个人亲过来 这个圣经啊 它这个 一方是用红色沿出来的 用颜色沾的 所以大家的眼泪 已经把圣经的红颜色都枯散了 那个泪把圣经都浸透了 文革期间 中国基督徒舍命保存下来的圣经 真像凤毛麟角一样洗手 文革后期 手抄本圣经大量出现 一些海外信徒也开始偷运圣经 分发给各地家庭教会 直到1985年 在西方基金会的捐助下 圣经在中国才得以大量印制 但至今仍不能公开发行 人们要想得到一本圣经 只能到三次教会来购买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今天 圣经已经流入 亿万个中国家庭 就像荒漠中的甘泉 滋润着一颗颗 饥渴的心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泉 七十年代末 关押在监牢里的基督徒 陆续获释出狱 归心事件了 我赶快说快车要回来 就在那等着快车要回来 到了北京以后 十一点多了 大闺女大女婿 小三我四个人 赶紧喝点粥 妈妈糊糊吃点饭 就到初战节了 接了 那时候不是这个阴光灯 是那红灯的车 红灯看不见 车子也没有那么亮 我就看看怎么样 眼睛特累 抬着四个人 离得很距离很远 看不见 结果看看 人都没有了也找不着 他们不认识我了 走了二十多年 穿的是黑的棉袄 棉裤 戴的是大皮帽 在东北那个 穿着靴子 他们看不见我 袁湘臣自己搭车 到了白塔寺 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 那么早那么早 我上哪儿了 我就喊 我就喊 梁慧珍 喊梁慧珍 因为搬家我不知道 我八年 我是在这个福音堂 他们搬到这儿 我也不知道 哪儿是白塔寺 四少 我那个儿媳妇 三儿媳妇 她说梁慧珍呢 去车站接人去了 我说 接着就是我 这些儿媳妇 都没见过面 我走的时候 老大才十七岁 袁太太带着孩子们 失望地从火车站回来 我看这灯都不会亮了 奇怪 我就快跑两步 一开门 我看她在起脚呢 哎呀 我 我没话说了 她就光秃 光头 没话说了 她正在起脚呢 她还挺高兴 她跟我说什么 她给我六十块钱 她给我六十块钱 让我旅费 帮了我六十块钱 回来 我也没话说 见她没话说了 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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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心里又欢喜又充满了感谢 本来是怕无需回不来的 我这个不信耶稣人说呀 哎呀 你真命大 她说我命大 又回来了 不是命大 我是神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感谢神 没有可说的 会回来 我慢慢想到回来 我却知道 坏事变好事 她入了监狱 就等于入了保险厢了 不然的话 在文化大革命也打死了 活活打死更难受 所以我就想到这里 我充满了感谢 我不知说什么时候好 她醒了 醒了 醒了醒以后 也没吃饭 她就睡觉了 我就时的时的折呢 我爹爹就上班了 袁湘晨的20年牢狱生涯结束了 她知道 太太在监狱外度过了 更加难熬的20年 说在这20年当中 我内人去了受了 不可言 行人痛苦 把孩子养到 她走的时候 我家里八口人 我婆婆 还有六个孩子 当时我也没有工作 在人看来真是难以生活 后来参加工作 才是一天八毛钱 八毛钱 三八二十四块 二十四块 我拿出十分之一 多一点三 三块钱 我还有二十一块钱 八口人怎么能过呢 我就祷告 我就这么说了 我主啊 是的 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保守我 和我的孩子 不要羞辱你的名 六个孩子 孩子没有一个埋怨的 我常常讲 你父亲是为主的缘故 也不是犯罪 为主的缘故 但是孩子也是受了很多 很多的苦 我这个孩子吧 他在三十五中 是很好的学校 给他起问好像窝头脑袋 天天带窝头 我没有不舍得买白面 他说妈呀 你给我买一个刺 买一个馒头 堵堵他们的嘴 我说不能买 我买一个偏向 我六个还得买 六个不舍得买 有一天 袁家老少八口 真的穷困到了 接不开锅的地步 晚上就十一点多 我就祷告 我主啊 明天什么都没有了 米安面也没有钱了 怎么主啊 你要不给我吃了 我就喝点暖壶水了 但是到明天 擦五分六点 有人敲门 我祷告跟祷告完了 我就下地赶紧敲门 我就住一间房子 我就开门 一开门 不认识 是个老太太 大概有六十多岁 我说您老贵姓啊 她说你不要问我贵姓 我说受圣灵感动 有这点东西送给你 有一个包 她走了以后 我就打开了 是五十块钱 那是五十块钱 很值钱啊 很值钱 不像现在 很值钱 所以那时候 这五十块钱 我就买了面 买了煤球 买了什么东西 另有一次 一个小姑娘来到原家 这里有一包东西 要交给你 大包啊 你送给东北 给东北原博寄去 中包啊 是给需要的人 小包是给你生活费 三个包 拿一大包 这个孩子 我说你贵姓啊 他说你不要问我了 我妈不让说 在那二十年的艰苦日子里 是一种伟大的爱 从物质上和精神上 从天上人间 从四面八方 牢牢地支撑着 这个柔弱的女人 其貌的很 都是每次寄钱来 寄的汇票 都是代号长的 1078 1056 都是干钩鱼 鱼境鱼泼 但是我照他那个地点回信 我收到你的钱 希望我能见一面 我也不认识你 谢谢你的爱心奉献 两天以后 他把你信又退回来了 有证据 无此人 每月每月都寄 一直寄这么二十多年 有些人 都说 你受那么多的罪 街上就说 你受那么大的磨难 你还那么样的喜乐 他们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 我的主加我的力量 成 Size 师兄 来自乐 叫染юсь 来自来自来自下 我擦美你 我擦美你 擦美你再相愛 你愛重溫 重溫的宇宙 重溫 重溫的香草 你愛重溫 重溫 重溫 重溫的宇宙 你愛重溫 我們去生化 誰不想 你去 熾翔 像衣宙 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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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ern Monic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78年林宪高弟兄也获释出狱 我出监的时候 我的妻子死了两年了 我的夫妻死了七年了 我从老家回来 我是一无所有的 整个的房子也不还给我 我家里三次抄家烧地出门了 就住在一个7.6平方的小河里面 不停不通 没有那光 不停要开着灯 也不通空气 也不通往前 也许他们不会想到 出狱后面临的竟是和入狱前一样的压力 必须登记加入官方教会 然而当局也不会想到 经过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 他们的回答却依然如故 那么我不登 我说你再抓我吧 我说呢 我已经年老了 七十五岁 九九年七十五啊 七十七了 年老了 第一 第二呢 我坐牢习惯了 头一回十六个月 第二回二十年我习惯了 七九年十六回天天有闻到我家里来 天天来又看圣经了 又祷告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聚会 所以在八零年我们开始聚会 一直聚会到现在 我是信仰至上 什么时候国家的法令 因为我信仰抵住 要提出神 不提出人 不是我反对政府 是政府误会我 我没有反对 圣经叫我们顺服掌权的 但是另一方面信仰的问题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所以这两方面 我就是为信仰的问题 他们继续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也继续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 从八零年十月四号到八零年一月四号 又把我关了三个月 九二年四月二十四号到七月二十三号 第二次又把我关了三个月 关了三个月呢 罪名的是什么呢 跨越地区存到 便于警察礼拜天 今天不计会了 就是原病了 说我病了 真的 计会一班 七个公安员上来 穿着这个军服 三个人到了三楼 四个在楼梯 我们怎样到了吗 见到八楼梯 他上来 他就问了 你们谁登记 谁报警自杀 哎呀 我们弟兄姐妹 没有自杀 我们真的没有自杀呢 后来呢 我们就唱了 十字架 十字架 我都唱这个水歌 哎呀 他们走了 这些被历史剥夺了青春年华 被现实仍然视为异类的老人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约会 最初碰我的时候 问我上述不上述 我说我不上述 我说我心里想 我只向我的神祷告就可以了 我能上述什么呢 我们不应当怨恨哪一个人 因为不是出于人 这个也是神容许我们受苦 耶稣也这样受苦 还没有什么怨恨 还是为他们祷告 我出来 我也没有要求 我要去那个给他什么平房 没有 有个警察跟我讲说 我们不平房你 因为你继续做嘛 那我 当然我继续做 因为我觉得我在世上的目的 就是为主做见证 我还有什么目的 主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 要背下一起 背起十字架 来跟随主 主走的是这条路 我跟着走的一条路 为什么要不高兴呢 为什么要也发怨期呢 这是我的最大的福气 这位以巴伏老人 原判无期徒刑 1987年减刑释放 他却不肯离开银川监狱 仍旧住在监狱外边的一间小屋里 把愿对我弄虚作假 把我的不悔改 当成确实悔改 把我放出来 这个我基础抗议 两件事情 也就是不离开监狱 虽然出了监狱的大门 但在大墙的外边 也要做好一个大墙外边的一个武器方面 不仅不离开监狱 以巴伏还坚持每周五天进食 只在周一和周四吃饭 假如这样进食 一直这样做下去 表明我一直是不悔改 假如一直这样定期进食 一直到死为止 那这是表明我死也没有悔改 这样进食15年后 2002年圣诞前夕 以巴伏终于走完了78年人间路 安息在上帝怀中 银川各教会都想得到这位圣徒的一份骨灰 他的骨灰却悄悄地 撒在奔同不已的黄河里 在以巴伏给亲人最后一封信上写着 我死了也是一个没有悔改的犯人 就像我的主耶稣一样 这么多年已经信了耶稣 而且跟了耶稣 主耶稣也出出地方听我的祷告 与我同灾 我没法否论他 我没法否论他 十字架的道路 是一条远远超越于人类理解力之上的奇妙道路 这条路是屈辱的 却伴随着荣耀 这条路是痛苦的 却伴随着喜乐 这条路是牺牲的路 却伴随着生命的凯旋 在厦门 杨新飞女士带领着一个主要 由大学生们组成的家庭教会 她的脚步也踏遍了周围许多城乡 在上海 在北京 谢摩善牧师将自己的晚年 完全奉献给心灵饥渴 与日俱增的一代 年轻的信仰追寻者们 在广州 林县高墓市的大马站家庭教会 在风雨中傲然挺立 早已是中国南方的一盏明灯 没有坐楼四百 坐完楼到了九百 九零年抄家 没有抄家 九百 抄完家 慢慢慢慢 一直到了两千 三楼 坐不上 二楼了 闭路电视 二楼呢 慢慢后座了 慢慢地下了 越必害越永恩 第一节说 大英文 第一节说 必凶门 第三节 人 第三节是人 这个人是西人 这个人 如今 教会迁到了荣贵里 这里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 聚集着一群群虔诚的基督徒 在北京 袁象臣牧师的白塔寺家庭教会 仿佛中国北方的一座灯塔 在黑夜里照亮中国基督徒的希望 祝圣父圣子圣女 这个施洗归入他的心 阿们 如今已经九十岁的袁象臣牧师 每年夏天站在河水中 给几百人施洗 我穿福音为主工作 是不得已 是神的护照 我没有违背 从天上的利益向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限制 一定的权柄不能受过教会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主力的工作在中国 一直前进好像始祖时代一样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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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